我看到这一章是第十四 问到底十四 十四他很长 问得很长 从小父母对待的不好 父母有偏爱 爱他的哥哥 那么二十五岁内年有重病 父母不但没有治病 还抛弃他 最后逼他离家出走 那么近年母亲和哥哥先后都离开人间了 父亲也有病 嫂子跟侄儿对父亲都不关心 父母希望他不记情形回家照料 他现在想对父亲尽孝 但有下面的障碍 我觉得障碍没关系 你还是会去尽孝道 你尽孝道 不记过去父母怎么样对我 真的能尽孝道 这是大小 纵然你现在家庭里头 对 你都做法 父亲把你丢掉了 你还回去管他干什么 不可以 我们做榜样给天下人看 父母一切我 我不一切父母 这就对 那么这个真正的今孝 真正是第一福 也是往生自粮 往生极乐世界 个个都是孝子 不孝父母 不敬死长 不会往生 所以孝亲尊死 三福的第一福 孝养父母 孝养父母 封死自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意 第一福 所以这个 你有机会 自己做 还表发给别人看 这就是真正 身心眼角 度化 现在这个时代 苦难重生 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 消灯 做出来 好 做出来 阿弥陀佛 欢喜 众生 欢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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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